那么现在呢 他们的最后三轮的累计分数 已经在我手上了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 02号林展如总分87.55分 03号选手刘戴希87.43分 05号选手王雨晗得分88.14分 06号选手李嘉诚得分87.71分 07号选手刘子墨得分87.75分 09号选手苏喜阳87.01分 11号选手赵子涵总分87.29分 13号选手黄婉山87.52分 15号选手王兴然得分87分 17号选手江龙瀚得分87.29分 18号选手王畅响得分87.52分 19号选手谭俊阳得分86.73分 分数现在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呢 出现了一个评分的结果 那就是11号选手和17号选手 他们分别呢都是87.29分 我们的这个分数哈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我们把决定权留在了 我们现场的大众评审 觉得11号选手表现不错的请亮牌 四个是吗 好的谢谢 觉得我左边的这个17号选手表现优异的请亮牌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用统计了 然后我们的17号选手安全了 好请归队谢谢你 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11号选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数的排比 最后的四名选手可能就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 他们分别是09号选手苏喜阳 15号选手王兴然 19号选手谭俊阳 以及刚才的11号选手赵子涵 希望就晋级的同学们继续努力 没有晋级的同学们继续加油 谢谢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平台 给我们这次机会 再就是感谢我们的评委老师 感谢我们的父母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新南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我也祝各位评委老师 祝各位观众 祝各位大政评审 还有祝各位选手们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我也很能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 有点小挫折是不算什么的 没有过不去的坎 相信大家在明年里还会见到我的 我会更加努力的 谢谢大家 这次来到这里呢 我不是不只是来比赛的 而且是来相互学习的 既然这次我不幸被落选了 证明我还有一些小的缺陷 我会在今后的学习中 努力的改正这些缺陷 然后有机会再登上这个舞台 展示更棒的自己 谢谢 听着他们说的这些临别赠言啊 让我非常的感动 小小的年纪就懂得感谢 懂得感恩 我们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 一定会越走越好 越飞越高 刚才呢在第三环节淘汰的四位选手 和之前的八位选手呢 他们就在我们本次小主持人大赛 决赛的比赛当中呢 获得了优秀的小主持人的荣誉称号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一个颁奖环节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上场 有请加东波处长西春美总编辑 张宁娜教授主持人小飞为他们颁奖 同样我们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 把最最热情最最祝福的掌声 送给我们台上非常可爱的选手 谢谢他们的热情参与 好的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四位颁奖嘉宾 为我们台上的前八位优秀的小主持人颁奖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获得了本次比赛的新话筒奖杯 让我们前场响起最热情的掌声 恭喜他们 祝贺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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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